地上是矮矮的白骨 屋内是紧张的妇孺 而屋外则是手持农具 咬牙切齿的男人们 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在阴影中诡异的身形 是一只啃食着人类的兽鬼 人群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大叫 她叫汉娜 因为兽鬼啃食着年轻的男子 是她的恋人 但她投掷石子毫无用处 所以她一把夺过身旁大婶手里的农具 冲向了兽鬼 可是却徒劳无功 兽鬼一锤打断了农具 但对于女性人类 她并没有像杀手 而是扑倒在地 女孩的尖叫响着全场 男人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地不敢上前 最终是女孩的哥哥挺身而出 农具也刺伤了兽鬼 但之前曾说过 兽鬼是不会单独行动的 这个农舍里满是他们的身影 不知过了多久 在村子的寺院前的空地上 人们举办着简单的葬礼 就在人们案子伤神时 摩根回来了 他可是全村的希望 所以村民们一个个围了上去 摩根询问棺材是怎么回事 原来看守家畜小屋的太特被袭击 女孩和他被掠走 女孩的哥哥刺伤受鬼后 被一群兽鬼乱棒打死 最后两人只剩下碎肉 最唏嘘的是他们三人可以说情同守俗 而汉娜与泰特才结婚四天而已 但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刻 村长询问摩根 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难道那几位就是吗 没错 就是他们 村民们一个个是惊讶不已 小孩子呀 他们真的是吗 还有那个壮汉 难道他是随从吗 而且现场很多人都看到了巴克他们两个 所以说他们带着这种神怪 难道他们真的是魔女吗 听着乡亲们议论纷纷 摩根连忙解释 他们不是 而这位才是魔女 村民们彻底炸了锅 村长质问摩根 难道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样的场面 猴子吸血地说 这也难怪 来让他们看看你的魔法 让他们服气 但小魔女很不满 因为魔术可不是拿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说 所以呀村长 我早就说过 依赖魔女这种怪力乱神的迷信 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只会徒僧无辜的牺牲者 说话之人是村子里的神父 他认为这几个人就是摩根找来的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出于自责 他找人来假扮的 而且那些人还带了妖精 难道你们真的觉得那东西能打败那些怪物吗 神父看着几人说 看你们的装扮像是旅行艺人 你们是不是被摩根在旅途中拜托帮忙了呀 不得不说的是 这位神父的心思不患 他建议众人不要管得比较好 因为那些魔兽 你们是对付不来的 所以请你们马上离开吧 村长觉得现在这时候正缺人手 那个壮汉看起来很厉害 没必要赶走吧 可神父却说 这是上帝对这个村子的考验 我等只能祈祷忍耐并承受 这场景对于众人来说算得上是诚信而来吧 而大小姐想要帮忙 她准备站出来 她觉得只要自己抬出大神院的名号 可能会管用 一旁的狐狸连忙阻拦 因为咱们是擅自还俗的 搞不好这里也收到了法王厅 关于断罪塔事件的通知书了呢 而这时神父对小魔女说 就算是演戏也不能做这般打扮 假如是在圣都的话 你可能会被火刑的 因为魔女是堕落邪恶的象征 这时身后传来响动 竟然是卡斯加她跌进了棺木里 这行为算是大不敬 村民们有些生气 但在谴责的同时他们也察觉 这个女孩不会是疯子吧 就在此时格斯出手 是真的出手 将她拎了起来 期间她一如既往地挣扎尖叫 格斯手一松 她立刻扑进了大小姐的怀里 并对格斯刺牙咧嘴 而格斯则对村民们道歉 并说出了实情 自己带着病人与小孩子在长途旅行 可不可以借宿一晚 神父拒绝的话还没说完 格斯接着说 那个女孩在做康复巡礼 施舍巡礼者是寺院的规定吧 这理由无话可说 但神父依旧警告 发生意外的话 自己该不负责 就这样格斯众人留了下来 在她转身道谢时 村民们发现了那把奇大无比的 好似门板一样的剑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吧 最终小队是留了下来 而小魔女再次想起老师的话 用你的双眼仔细看 这个相逢对你而言 会产生怎样的意义 几人来到了被村民们安排的住所时 小魔女开始分发道具 这次是她的头发 她希望众人将她绑在手指上 因为接下来她要与众人念力绘画 也可以理解为独心术 猴子又是第一个跳出来不爽的 她怀疑着东西的真实性 但接下来 小魔女让她亲自体验了一把 不仅如此 小魔女还能释放出 感染魔术所衍生出的魔法 就是类似于诅咒魔法吧 这一大段是使用说明以及原理 但并不重要 而最后 小魔女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 这次讨伐 希望众人能听从自己的指示 其他人并没有说什么 猴子又开始大吵大闹 你不过是会用一点魔法而已 就想做老大 谁要被你这种小孩子使唤呢 可小魔女不卑不亢地说 只有身为魔法师的自己 才可以掌握整体战况 并传递给诸位 狐狸觉得的确如此 而魔女也是对付受贵的专家 格斯呢 她觉得无所谓 毕竟众人本来就是过来帮忙的 再加上巴克的耍宝 猴子快要被气哭了 她实在是无法忍受 所以最终是含着泪夺门而出 跑出门的猴子也并没有跑多远 她在村口的石桥下练习着她的双刀流 可始终是不得要领 问题就在于单手使剑时 总会被惯性带过去 不能保持平衡 而且她也不耍那个新来的魔女发号施令 偏偏呢 格斯大哥还愿意听那个小鬼的话 当然还有真实的原因 明明是个比自己小的小鬼 却成了前辈 自己还突然被大家当成了猴子 这就是巴克的毒心了 就在这时 摩根出现了 他建议不要一个人出来 很危险的 而摩根来这里 是想抓鱼做晚餐 可惜的是 这条河里的鱼几乎都被抓光了 晚上只能煮洋芋汤 由于刚刚猴子这家会落水 他们便在河边升起篝火 借此机会 猴子仔细观察四周 他发现这里真的很贫穷 村子在山谷里 没有阳光 农作物收成肯定不好 摩根却说 自己爷爷的那一带 这附近曾有一站 那时还是很热闹的 但现在不行了 新修了路 这里就慢慢的没落了 可即便是再怎么破败 人们也不能就这样等死啊 所以摩根很期待猴子众人 突然他问道 你为什么和他们一起旅行 难道你是那位黑衣剑士的随从吗 这句话让猴子大声反驳 才不是呢 自己正在进行修行之旅 自己与格斯大哥可是定下了契约的 摩根则顺着他说道 那位剑士很厉害吧 因为他的剑那么的大 说起了格斯 猴子来了兴致 他那不叫厉害 他简直就是怪物 跟他比 兽鬼什么的 根本不算什么 即便是一起了这么久 一看到他跃下战斗的模样 自己还是几倍发寒 根本分不清 哪边才是怪物 有时甚至自己觉得他才是专门吃怪物的怪物啊 听着他的描述老人说 你很向往他吧 向往这个词汇让猴子很不屑 他强调自己就是在利用他 就是利用 但随即又说 暂时来说 他是自己的目标 随后摩根问道 你的家人呢 他们会不会担心你啊 对于这个问题 猴子开始心烦 这和你个陌生人没关系吧 并反问道 你又怎样 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去找魔女的人 你家人的心情如何啊 村民们也真是够可以的 将赌命前来帮忙的人去之门外 还将你这个九死一生才回来的人 当成吹牛的家伙 他们属实无情 而且你也是 为什么不回怼他们两句呢 这个孙子 没救了 死气沉沉的 要不你也干脆离家出走得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 老人已经一把年纪 而且他的家人都在这里安息 他们不是被受鬼杀死的 而是在那之前的饥荒里 并且对于村民 他觉得自己应该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将村子的命运 交由自己这个老头子 感谢他们 让自己在这个年纪实现了梦想 在死之前 再见到魔女一面 应该说 只要是男孩子都会这样吧 小时候非常喜欢幻想 老是说 找魔女 抓妖精 不管家里的工作 只知道往森林里跑 就和你说的一样 自己也曾在想 总有一天 要离开这个小村庄 向着乌里达尼斯 出海远行 直到自己的母亲病倒 当时的事自己已经记不太清了 当自己回神时 已经身处森林深处 那大概是为了治好自己母亲的病 所以才去找魔女的吧 之后在半睡半醒之间 自己到达了那个地方 也带回了母亲的救命药 但她也衰老了许多 从那之后 自己就帮忙加业 再也没有进入森林一步 等到自己注意时 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虽然在不断的生活中 自己的记忆越来越模糊 但在心底 那对自己来说 唯一的一次冒险 已经变得不再确定 确定那是不是真的 但魔女她一直在挡着自己 在那森林深处 就和那时候一模一样 而这对自己来说 这样就够了 终于猴子爆发了 她大叫着 不要再说这么无聊的事了 不要把抱着只有一次 像过家家一样的梦 迷迷糊糊地活到这把年纪的你 与正在实现野心的我 相提并论 说完 她穿上衣服 抓起武器 逃一样地离开了 她怕再听下去 自己的野心会发霉的 而桥上 是温柔的格斯 她担心猴子的安慰 找了出来 这里说句题外话吧 当年第一次看时 是零几年 那时候真心觉得这段剧情 就是猴子的想法 无聊 实在是无聊 这是不是就是三浦在水时长啊 但现如今 将要不获之年时 真心觉得感同身受 哎 怎么说呢 不说了 说多了 年轻的朋友们可能 也会觉得无聊 因为我自己就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 一句话送给年轻的朋友们吧 真的 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 因为你们有着无限的可能 别听什么最近流行的讨评论 年轻的你们有试错的机会 人到中年后 有几个能或者说敢去试错 与此同时 小魔女在勘察地形 她来到了村子中央的寺庙前 雷拉表示 她非常讨厌这里 而这里也将是小魔女的布置之地 这里是唯一能容纳村民们的场所了 并且她按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干才行 可是两个孩子出现在她身后 并朝她丢失子 因为在这两个孩子的认知里 魔女和兽鬼是一样的 这是祭司大人说过的 所以魔女滚出去 小魔女低着头 默默地承受着这样的歧视 就在雷拉大叫着用魔法对付他们时 格斯出现了 她的出现也吓退了两个小男孩 雷拉带小魔女道谢 而犹豫一会儿后 小魔女也共申道谢 为刚刚在墓地 格斯随机应变而道谢 但她也提出 这样的行为是不诚实的 这里呢 雷拉笑着说 这孩子是个死脑筋 而格斯也在心中吐槽 这老婆婆教的可真彻底啊 随即格斯询问道 你那时其实想对那个神父说些什么吧 小魔女听到这儿 斩钉截铁的回答 不是只有那个僧侣 而是自己觉得 目前现世所有的人 他们全错了 这间寺庙所在的山丘 以前是祭司这片土地的 精灵神殿的遗址 而法王庭有很多修道院 他都是这样 将精灵信仰的圣地 就如同字面一般 给践踏过去 法王庭现在的教义 不过是夸显权力的道具罢了 人们争相歌颂上帝之名 即由歌颂上帝的名字 来寻求救赎 一再的重复 丝毫不会感到厌倦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也许他们想要努力忘记的东西 其中就隐藏着解救他们的关键 这其中就包括魔女 老师以前曾住在这附近 他往来于贫困的村庄 将精灵们的声音传递给人们 教导他们季节的天气 治病 救人 老师的魔法不知道救了多少人 可是 法王庭的势力推广到附近后 每个村庄开始修建寺庙 他们忘恩负义地排斥老师 而使老师被赶到森林深处 从那之后老师过上了躲避人烟的生活 而到了今天就像是什么都不存在了一样 自己是无法原谅他们的 假如不是老师的要求的话 谁想来这里啊 对于小魔女的这种抵触 格斯觉得很简单啊 不喜欢 不干不就得了 既然不愿意 没必要为了这些不喜欢的人而冒险 而且 你的老师也命不久矣了吧 那就更不必如此了 因为被吩咐 所以即便是不愿意也要照做 这不就是小孩子的跑腿吗 这番话让小魔女哑口无言 她在心底大骂对方没礼貌 并再次回应了老师的那个问题 这种人不可能是自己的命运 绝对不可能 这时凡尔纳塞几人这里 她在哄劝着卡斯加绑上头发 狐狸很好奇 因为这种状态的卡斯加 没必要吧 可是这一要求却是小魔女提出的 看着大小姐轻声细语的样子 一旁的狐狸展开了思绪 她始终认为这次行动 不 应该说是这一旅途 现在阻止的话还不算太迟 但看着耐心的大小姐 她的嘴角露出了微笑 因为她真的变了 这是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情 假如大小姐能露出这种笑容的话 那就算了吧 出了门 她拿出了那把剑 她被风之精灵所庇护 风是不受任何束缚的 他们可以自由地去想去的地方 但是 多么的讽刺 因为那是自己 最没有缘分得到的东西 突然远处传来寿候 森林中的飞鸟也惊奇 这说明 他们来了 小魔女立刻通知众人 兽鬼来了 所有人快来寺院 村外的高处 放哨的村民也察觉到 兽鬼们大批大批地冲出森林 这次的数量非常的多 难道说 他们是因为没东西可抢 这一次打算 将所有人全部吃光吗 这是一旁的人提醒 别管那些了 快吹号角赶紧试井 顷刻间 村子里乱成一团 所有人都向寺院逃去 狐狸几人在顺着人流 赶向寺院的途中 发现身后不远处的 一对母女发生险情 猴子 狐狸当人不让地过去救援 期间 精灵剑挥出 但这效果 让狐狸好尴尬呀 后边的猴子提醒他 快回想起使用方法 一剑打败他们 就这样 狐狸立在原地 手持武器 心中回想 默念 感受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他大喊 风之精灵们 拜托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三话的故事内容了 这一期里啊 小魔女的那段话 真的是 法人身形 而且掏用到现在 可以说是 从古至今 这种事儿 一直是都在 不停地重复 将谎言 视为真理 将拯救 视作背叛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这段对战鬼的篇幅的重要性 在这一期最后一刻 塞尔比高的那 寥寥几笔的描绘 大家应该能看出个一二了吧 他们这是个团队 三浦力求让每个角色 有血有肉 他不想为格斯做几个NPC 让他们单纯地在战斗中 站在自己的位子上 常看日漫的朋友们 应该都能发现 他有个特点 就是剧情来到中期后 都会为主角升级装备 像小时候咱们看的 《魔神坛斗士》 《光能使者》 还有就是 那么多的《激战》系列 尤其是在Seed之后 中场升级 那是必须的 在《剑锋》里 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格斯要换 《科命神装》 但其他人 他们的精神状态 他们的内心 是否真的 为接下来的旅途 做好了准备呢 而这场战斗 就是让众人 或者说 让小队磨合升华 它是非常重要的磨刀石 行了 这期就这么多吧 关于兵种的那个话题 咱们就留到之后吧 因为这期 这时长已经很感人了 而接下来的内容 就主要就是 以战斗为主 进度会很快 到时一定会有 让我水失常的时候的 不知不觉呢 这进度竟然做到了 24卷了 谢谢朋友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啊 行了 本期的内容到此为止 谢谢朋友们 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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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